推展客家文化力结案相公所邀请了辖内11所的国中校长来举办座谈会 同时也邀请到了专家经验分享 期盼各界共同思考在校园中推广课语文化的方式 推展客家文化力结案相公所邀请辖内11所国中小的校长举办座谈会 同时也邀请专家分享经验 期盼各界共同思考在校园当中推广课语文化的方式 今天邀请到许多的专家学者以及吉安相境内所有的校长 一起来共构在吉安未来要推展延长我们的文化共构 我们的语言共享以及语文的整个统筹的执行运用 所以首先带来的是各个学校校长知道配合的旗程 以及他们的建议带来专家学者的意见共荣 我们相信未来会走出吉安的特色 学校的独有的不一样的教育 这也是吉安相突破过去从公所跟教育共融结合 带来专家学者的一个益助力量 因此这也是一个吉安相很重要的出发点 我们希望能够一举成功 谢谢所有的校长跟我们的专家学者以及在地的祈祷专家们 给我们一起来推展这样的一个客家文化 语文延长跟教育的力量 推动客与有成的道乡国小也非常乐意配合乡公所 擴大实行客与教育政策 客家文化又从幼开始 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呢 我们就有沉浸式的教学 让孩子透过生活体验 然后文字啊语言啊 各方面的沉浸式的教学 让孩子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体验跟学习 那在国小的部分呢 我们长期的申请客与生活学校的计划 然后我们也参加我们的东区跟全国赛的客家艺文竞赛 都有很好的成绩 那小朋友呢又参加客与的检订 所以在我们校内呢 除了说教育部的布定课程 本土语的客与之外呢 我们额外会为孩子准备了很多的客家文化的课程 在洁安乡公所 东华大学专业学者 还有各校校长脑力气荡之下 各校都提出了许多创新的教学模式 期盼能够让客与文化推广和教育 在校园发扬茁壮 介络会洁安乡报导